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马胶鱼是海鲜中最常见的鱼类之一 这种鱼肉质紧实,刺少腥味也不重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马胶鱼非常好吃的简单做法 做好的马胶鱼外胶里嫩,非常的香 今天的马胶鱼是在网上购买的 首先咱们先清理掉马胶鱼的内脏 清理干净以后,再放到清水中仔细地清洗干净 准备一个碗,往碗中放入一些葱段和姜片 淋入一些料酒,然后把葱姜捏碎 做成去新增香的葱姜汁 现在往马胶鱼上面撒小半勺盐,增加底味 再把葱姜汁过滤一下,淋在鱼肉的上面 接着再轻轻地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以后放置15-20分钟,让马胶鱼入味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姜,拍扁剁碎 几颗大蒜也要剁碎 小半个的洋葱切成小丁丁 半个大红椒也切成小丁丁 再准备几根蒜苔,把蒜苔切成小段 马胶鱼腌制好以后,起锅倒入一些食用油 油锅烧热以后,再小心地放入马胶鱼块 用中小火慢慢地把马胶鱼煎至两面金黄 咱们在煎鱼的时候,一定要时不时地移动一下锅底 让平底锅受热均匀 而且一定要记住整个过程火不能开得太大 火开太大的话,表皮已经煎得焦黄 但是里面的鱼肉却还是生的 其中的一面煎好以后,直接把鱼块翻过来 用同样的方法和步骤,把鱼块煎至两面金黄 鱼块煎好以后先捞出,锅中的底油不要倒掉 先放入姜蒜炒香 炒香以后,再倒入其他的配菜 继续把其他的配菜炒熟炒香 然后再撒入一些椒盐,增加鲜香味 没有椒盐的话,不放也是可以的 椒盐撒进去以后,再翻炒一会儿 最后再倒入马椒鱼段,继续翻动一会儿 让马椒鱼充分地裹上椒盐,增加香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做好的马椒鱼,表皮金黄酥脆 吃起来口感外焦里嫩 最关键的是一点腥味也没有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和点赞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